今时财经 点时成金 大家好 我是王峰 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 中国内地今年前两个月的进出口 按照美元计价都是剩预期 贸易顺差扩大了两成 其中对美出口暗年升了8.1% 朱先生将会对这些数据做一个分析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在今天上午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会上一刚表示 要倡议建立房地产预售资金的保险机制 以解决房地产流动性的困难 而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举行了记者会 王毅谈到了中美关系 希望能够和美方加强对话沟通 消除误解偏见 中欧关系方面 现在则是下周四起将会对欧洲六国免签 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的前两个月 以美元计价 中国内地的出口和计口表现 均是胜过于期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那出口是同比增长了7.1% 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长 那进口则是增长了3.5% 也是连续增长了两个月 实现了贸易顺差 1251.6亿美元 扩大了20.5% 那三项数据全线高于前置 也明显的高于市场预期 我们来看这个片子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以人民币计算 今年首两个月出口 按年增长10.3% 进口也上升6.7% 贸易顺差接近8910亿元 以美元计算 出口按年增长7.1% 进口则增长3.5% 贸易顺差超过1251亿元 东盟继续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总额按年增长8.1%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 排名第二的则是欧盟 但贸易总值下降了1.3% 当中自欧盟进口下降了6.8% 美国则维持在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对美出口按年上升8.1% 但从美国进口则下降7% 贸易顺差扩大18.8% 接近3363亿元人民币 至于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增长较为显著 增幅为9% 其内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外贸都双双增长 出口方面 前两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到22200亿元人民币 增长接近一成二 占出口比重接近六成 当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集成电路和汽车都录得增长 进口方面 铁矿砂 原油 煤和天然气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都录得增长 红黄卫视综合报道 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在今天上午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哲在会上就表示 面对着当前经济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应该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多出台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 他强调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 必须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要适度加力 提值增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丁吉哲在会上表示 过去一年国家取得了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的新成绩 但是与此同时 要看到今年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包括一 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并存 二 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并存 三 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四 实际困难和信心不足并存 就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 包括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多出台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 二 突出科技创新引领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三 要千方百计的扩大内需 开拓城乡和区域发展空间 四 要推动结构性改革 在改革开放转型发展上积极的进取 同样在今天上午举行的 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我们看到的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刚 也进行了发言 题目是去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当前要加强金融政策和财政等 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并且对经济运行的部分关键环节 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 包括设立房地产预售资金保险机制 允许房地产企业依法合规的动用 一定比例的预售监管账户资金 同时又提出要着力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目前中国外资银行资产占比是1%左右 股票和债券市场方面 外资持有占比是在3%左右 要推动银行和资本市场外资占比稳中有升 关于今天上午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更多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北京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曾锦仪女士 请一好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一共有14位政协委员发言 其中你最关注的是哪一部分 在今天发言的14位全国政协委员中 央行前行长易刚得发言最受关注 他针对目前最影响中国经济 而且是市场最关注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 提出了建议 他这么说 设立一个房地产预售资金保险机制 允许房地产企业动用一定比例的预售监管账户资金 他这么说 说可以由中央财政或者是人民银行 每一年按照预售监管资金余额的1% 提取预售保险基金 大约每一年100亿 先考虑以三年为限 也就是2024到2026这三年 共提取预售保险基金大约是300亿 他建议可以允许房地产企业的主体 动用一定比例的预售监管账户资金 估计大概会有1万亿元的资金 可以由房地产企业立刻使用 如果将来房企出现了烂尾楼 那么由预售保险基金先行赔付 但这个赔付是有上限的 一刚说 这个预售资金保险机制 可以发挥的是四两拨千金的效用 在一定的程度上 帮助房地产企业度过难关 争取用三年的时间 过多道以现房销售为主 一刚建议的重点 也谈到了就是支持大多数的房地产企业 尤其是头部的民营头部的房企 可以持续稳定经营 着力解决他们的流动性困难 也支持房企可以把楼盖好 按照质量 按照时间 将房子交到购买者的手中 黄峰 刚刚你也谈到的流动性问题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这方面 一刚有哪些表述 在讲流动性的部分 其实今天可以看到两个环节 一个是宏观的领域 一个是针对性的环节 一刚说 要加强金融政策和财政等 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对经济运行的部分关键环节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他有这样的观点 他说市场上其实是不缺钱的 缺少是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金 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比如说把增加社会资本金的投资 还有融资 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段论述当中 他其中谈到了 资本实力比较强的大型商业银行 可以选择一两家分行 在表内试验 以头戴联动的方式 投资硬科技出创企业 并且在监管跟考核方面 要给银行多一点灵活性 由于义刚针对目前 大家最关注的房地产领域的 痛点 毒点 还有初创科技企业融资的难点 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 所以这份报告出来之后 我们跟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在沟通 他们都对义刚的报告 表示高度的赞赏和支持 那么其他委员的发言 有设计的面移的评广 比如说在科技和人才培养的领域 也是受关注的 包括了科技领域 如何打造十年某一件的制度环境 成群和陶制 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建议 其他委员的发言 还关注了农业的现代化 重量的积极性 科技人才的培养 释放消费潜力 还有营造友好的生育环境等等 今年是静一履职的第二年 对于委员们每一次大会发言 我都非常地认真地聆听 那么也关注到说 其实对社会的热点 在这些发言当中 都有一些回应分析 那么也体现了全国政协委员们的专业性 在3月9号上午还有第二次的大会发言 我们很期待精彩 又非常提出切实建议的发言出来 王丰 好 谢谢静一从前方带来的两会观察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号下午看望了出席 全国政协14节二次会议的 民革科技界和环境资源界的委员 并且参加了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指出 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应当要担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要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动能 要务实的建言献策 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的活力和潜力 另外5号下午 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 要牢牢的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面对这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必须要抢抓机遇 加大创新力度 培育壮大新型产业 超前布局 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 发展新制生产力 并不是去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要防止一共而上 泡沫化 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先例后破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 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发展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而绿色化 新制生产力也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像香港的《经济之报》就认为 这不只是关乎新兴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还和社会形态破旧利新密切相关 使中国在人类技术变革 到一个临界点的事件毕竟之下 通往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把钥匙 我们下期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 上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的二次会议 举行了外交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围绕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那王毅表示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深刻变革 人类社会遭遇多重挑战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 中国将会坚定的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 稳定力量 进步力量 我们来听一听 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面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 高级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 谋求自身发展 要以自身发展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王毅在回顾过去年 中国外交的成就时指出 2023年中国外交为促进国际团结合作 化解各种危机挑战 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采取了中国行动 做出了中国贡献 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展望2024 王毅强调中国外交将会更加的开放包容 展现自身的胸怀 我们再来关注几组关系 首先谈到中俄关系方面 王毅就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 中国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 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 坚持永久 睦邻友好 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他表示 今年中俄建交75周年 双方将会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 针对中美关系 王毅表示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雇赢原则 应当成为中美双方 共同去遵循和努力的方向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将会始终保持 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始终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来处理中美关系 中方也敦促美方 认清历史发展大事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积极务实 开展对华交往 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 同中方一道 推动中美关系走上 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我们来听听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 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立何在 美国如果执意 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 公平竞争何在 美国灭地的挑战 在自身而不在中国 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 最终必将害了自己 具体而言 相互尊重是前提 因为两国社会制度 和政治体制不同 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 两国的交往才可持续 和平共处是底线 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 发生冲突对抗 后果是不堪设想 合作共赢是目标 因为中美我们携起手来 可以办成很多 有利于两国 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谢谢 王爷指出 中美两国元首在 旧金山会晤以来 中美关系改善 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美方的对华 错误认知依然在延续 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 不断地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 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王毅表示 美方如果说一门心思的打压中国 最终必将会害了自己 此外在被问界问道说 外界可能会担忧 中国营商环境 甚至会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对于这种声音如何来评价 王毅回应指出 中国的发展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 而且有质的有效提升 唱衰中国必将会反噬自身 误判中国将会措施机遇 那么另外在谈到中欧关系时 王毅外长就谈到了说 几年之前欧盟出台了一份文件 对于中欧关系做了一个三重的定位 它既包括了伙伴竞争者 还有制度性的对手 但是事实证明 这种三重定位并不符合事实 也不可行 反而给中欧关系发展 带来了一些阻碍和干扰 同时王毅也打了一个比方 谈到说 这三重关系就好像是 一辆汽车在开到十字路口时 前面有红灯 黄灯 绿灯同时亮起来 这个车到底还怎么开呢 事实上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 双方的共通利益是远远大于分歧的 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 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 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 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 那王毅表示 希望中国关系能够一路绿灯 畅通无阻 一个强大的欧洲 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同样一个强大的中国 也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 另外王毅在胡达记者提问时宣布 从3月14号起 中国进一步地对瑞士 阿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 六国实行免签政策 未来也会持续地扩容 中国免签的朋友圈 可以说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 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 回到眼博士 周源氏怎么来看 中国免签今天又是新增六国 欧洲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主动增加对外国的免签的国家 然后扩大范围是中国对外开放方面一个非常自信 也是非常务实的举措 我们都知道像这次两会 它在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 它有很多举措 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做措施它是非常接地气的 像这个免签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政策 当然就是在这个以外还需要一些配套的措施 这段时间也有一些跟进 因为现在在中国内地这边移动支付非常的普及 很多外国人来了之后就根本不知所措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像金融监管机构 它是有一些辩明措施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这里面为什么说不够呢 就是可能让这些外国人 他上中国的这些支付 电子支付的系统 一般来说你现在需要连一个银行卡 我觉得这个很难的 你让他再开一个银行账户 或者说用他国内的来连是非常不现实的 那为什么不做一个临时的账户 他把钱存进去 他就可以开通微信支付或者支付 不需要他连银行卡 他也能够用 而且这个是有限额以内的 这样你把这些工作交给这些平台公司 交给市场化来做就非常简单 而且也不会违规 因为这个电子它每一笔 它都是可以追溯的 再有就是他们来中国之后 因为在国外咱们也不用回言 他就上官了他们的自媒体平台 你没有这个社交平台 它基本上都寸步难行 所以是不是 现在是有一些通道 比如说他们用国外和中国达成的 合作的流量就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给他们这个流量 就是变相的来说 补贴或者说是低成本的 让他们在中国呢 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感受 通过他们的自媒体 和他们在外国的朋友 亲属来分享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坐高铁非常方便 但坐高铁非常方便 你拿了那个身份证 嘟一下就过去了 又出来了 什么时候能够让这个 拿外国护照的人 不用排那个人工通道 也这么方便 其实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到了 它很多解决的方法 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和空间可以去优化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上午 全国人大这场以外交为主题的发布会 当被问到关于人工智能 以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 和国际开展合作的态度时 王毅外长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 则表示中方主要是要确保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有益安全和公平的 王毅指出 人工智能进入到了爆发式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 中方主张发展和安全并重 既要拥抱新事物新机遇 也要去装好刹车再上路 共同去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他同时也强调 如果说企图在人工智能上搞什么 小院高墙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 我们来听一听 我是凤凰卫视 凤凰网凤凰秀的记者 我们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问题 最近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 很多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 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案 我们也关注到此前中国也提出了 关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 想请问中方认为 如何才能够保障人工智能 它是真正朝着有利于 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去发展 那另外呢 中方对于大国之间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有什么立场 谢谢 我们关注的主要是 三个确保 一是确保有益 人工智能的发展 应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复制 第二是确保安全 人工智能应当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 不断提高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 为此呢 要建立各种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 第三是要确保公平 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 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构 我还要强调的是 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 也搞什么小院高墙 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 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 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的完整 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中国对同各国开展 人工智能合作 我们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好 回答点 博士 我们再来看 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谈到 就今年前两个月 这个外贸数据都是胜于预期 怎么通过这些外贸的数据 来看一季度的经济表现 您有哪些预判 外贸这个数据 就是就预示着 中国的一季度经济 很可能会迎来开门红 为什么是一到二月份 要累积起来统计 就是因为它每年的春节 可能不一定是在一月 或者在二月 所以两个还有假期的因素 所以两个月累积起来统计 才能够真正说明 这个数据的可比性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按照美元计价 出口是增加7.1% 进口也是增长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整个5.2%的增长当中 内需是100%多的 外部需求 它对GDP的贡献 是负增长的 所以今年的情况来看 外贸的增长 理论上讲 或者说从现在的趋势看 它对GDP是一个正的增长 这样就为实现5%左右的目标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助力 当然我们不能够光看数据 因为中国经济 更多的还是靠内部的需求 靠内部的高质量的发展 来推动的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 它有几个比较靓丽的地方 一个就是春节期间的旅游 比去年同期 比19年 数量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再一个就是春运 它整个数量 是比19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 而且呈现出新的模式 比如说大家 以自驾游为主的出行方式 它体现了 在新的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这些中产阶层的消费 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模式 这点其实是值得政策去深入的探讨 下面如何去有效的引导 它形成更广大的市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一到二月份的用电量 发电量都呈现出一个比较高的增长 所以从这些趋势来看 咱们还得结合 像这次两会期间 提出一些非常务实的提案也好 建议也好 比如说刚才金一从北京报道的 民航前行长一刚提出来的 如何尽快地释放房地产里边 受监管的预售资金 比如说你把这个处理好了 有一个保险机制 就能够放出一万亿来 这一万亿可能就是救了很多房地产企业 让他们能够迅速地 把这个结构的调整过来 还有在硬核的高科技发展方面 银行的体系里边 如何提供有效的资本金的支持 好 谢谢注意力点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金市财经 我们明天再会